嗨!大家好,我是Grace! 你們看我今天素顏開場,應該就知道我要幹嘛了 我要帶你們來Gare it with me 我要和你們分享的是 蝦皮新品彩妝 然後呢,是卡自然跟敦煌博物館聯名的彩妝品 那卡自然這個牌子呢,其實對我來說還蠻熟悉的 因為我在上海待了五年 卡自然這三個字呢,幾乎可以在各大網購平台都看得到 比方說像淘寶啦、唯品會啦,這種很紅的都看得到 因為它在大陸是一個非常主流的彩妝保養品牌 那因為這一支呢,是合作影片 所以廠商有給我非常多的優惠券 有兩個,首先第一個呢,是折扣券 三百個名額,然後可以打八五折 第二個呢,是滿簡卷 這個滿簡卷要抽獎喔,滿六百,減六百 所以今天如果說你看到哪一些彩妝品,你很感興趣的話 趕快把這些卷啊,或者說抽獎啊,都先弄起來 把我自然打開,我都已經寫進去了 我跟你們說,這一次的包裝,絕了 天啊,太浮誇了,你們看一下 他們這一系列敦煌博物館聯盟的包裝 我覺得跟精品一樣,我第一次收到的時候 每拿一個都會哇,一直在尖叫 哇,也太浮誇了,這個包裝 可以說是禮物吧 就你很像在猜一個精品禮物 所以我覺得很適合自己收也很適合送別人 再來就是他們家彩妝品的定價都是 開架彩妝的價格,也非常非常的好入手 有興趣的話,我們就趕快開始化妝囉 我今天的妝前想要用這一支很常和你們分享 徐雪斗他們家的超精化柔膠美肌妝前茹 那它是一個透明的妝前,所以它不會去影響肌底的顏色 粉底液呢,我要用到的是這一個 它是卡茲蘭的十克氣潤粉底液 那這個粉底液它主打就是給混合性肌膚偏乾 甚至乾性肌膚的人都可以用 那我自己的膚質本來就是混合性肌膚偏油 我跟你說我用起來新的也蠻好的 然後你在蝦皮上面買這個粉底液 它會送你一個超級可愛的美妝蛋 這個美妝蛋呢,是這個小貓爪美妝蛋 好可愛,它是圓的 我這個是已經泡過水的大小,你們看一下 它好有彈性,我好喜歡它這個觸感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粉底液的質地呢 它是呈現這樣子 稍微有滑動性的感覺 然後觸感的部分我覺得非常的滑潤 很像是那種奶油很creamy很滑的觸感 很舒服 我很在意的地方是額頭一圈紅紅的 然後黑眼圈 還有臉上有一些之前長粉絲 跟痘痘留下來的色素沉澱 鼻翼泛紅,然後有肉眼可見的毛孔 那我們直接半臉來比較一下before跟after 這一個粉底液其實我已經用過了 而且我覺得它的妝感蠻好看的 你在上妝的時候你可以明顯感受到說 它的粉底液裡面那個粉末啊 好像真的是特別細小 所以它對於臉上的一些瑕疵修飾 包含到有色的一個瑕疵呢 它都可以修飾得非常的好 OK,我半臉完妝 稍微帶你們看一下完妝這半邊臉 感受一下它的膚質是不是瞬間變得超精緻 而且臉上呢是泛出這樣子很高貴很有質感的 奶油光澤 好好看 這個粉底它很厲害的地方在於 它對於油色的瑕疵遮蓋效果超好 我只有點一層 我的黑眼圈 包含我臉上的一些色素沉澱的瑕疵 它都已經被修飾掉了 好,那這是半臉完妝 那另外半邊臉沒有上妝是長這個樣子的 是不是擦蠻多的 是不是看不出來有上妝 它的沾黏度超低 10分只有0.5 它幾乎是不太黏髮絲的那一種 很恐怖 這個粉底 我覺得它的質感真的是可以媲美專櫃了 它的價格呢 還很親民 好,然後這個粉底影呢 它主要就是溝通說呢 乾肌啦 或混合性肌膚偏乾的人可以用 但我自己實測下來 我混合肌偏油 它的持妝效果也超級好的 我稍微看了一下它裡面添加的成分 都是超級保濕的那一種 比方說像是玻尿酸 八倍的氨基酸 神經吸氨 還有維生素E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少見到的成分 叫做糖膜保護劑 那總而言之我覺得它添加的成分都超保濕的 然後我混合性肌膚偏油 也都用起來非常的有心的 也因為它的粉底液很輕薄 所以你可以在臉上瑕疵比較重的地方 做第二層的修飾 OK你們稍微看一下我臉上的底妝 完全沒有粉感耶 因為它的保濕效果超好 是有帶光澤的 而且還有夠清爽 不會沾黏髮絲 這半邊臉也是 它是不沾黏髮絲的 我沒有用遮瑕產品 我單純第二層瑕疵遮蓋 就是用這個粉底液做二次堆疊 它超服貼超會遮 我現在整張臉看起來 是不是很有質感 天啊 這光澤奶油肌超級好看的 至於它的持妝度呢 我真心也給它超級高分 這是我八到九個小時的持妝度 就算臉上出油好了 它泛出來的光澤感也是很有質感的奶油肌 底妝一整天下來零暗沉 甚至是那種黑眼圈啦色素沉澱 它都一樣遮蓋的非常的好 那這個粉底液呢 我真心給它的分數超級高 不管你是混合性肌膚偏乾偏油的人 或者說你是中性肌膚乾性肌膚 都可以試試看 今天我的定妝呢 使用的是這一個 它是Moda的拯救危機控油蜜粉 那因為我的T字部位還是會出油 所以我習慣性的會在臉上去做定妝 今天我的眉毛呢 用到的是這一個 卡茲蘭的精細微苗眉筆 然後我的色號是GR08 顏君輝 他們家的眉筆我跟你們說 好用 是真的好用 而且價格也很便宜 200多塊而已 它走的是一個雙頭眉筆的造型 它的筆尖呢 是走一個三角形的形狀 而且是非常尖細的那一種 我跟你們說 他們家的眉筆啊 出色度算是非常適中 但稍微有一點點偏高 所以你可以根據力道去調整它的濃淡度 好 那我們直接在臉上做示範 一支好的眉筆 是真的可以讓你快速的完成 漂亮的眉型 而且它的筆目啊 非常的好延展 你可以用後面的刷具 一邊整理毛流 然後一邊把它的色料延展起來 然後它才200多塊 很值得囤貨一下 明白畫完了 超快超順手 今天我的眼影想要搭配這個 卡茲安他們家的魔防九色眼影盤 那我的色號是3號 濃香摩卡州 眼影盤本人我覺得長得也很美 正上面呢它有套上一層很像是 果凍膜的概念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裡面的圖片 似乎是有一點立體立體的感覺 打開之後有一面滿屏的鏡子 然後再加上9顆很漂亮的棕色眼影 那這9個眼影呢 它總共有三種不同的質地 有柔霧 然後呢有珠光 甚至有帶亮片的 好 那你們可以看一下 我手背上的刷色 它只是一層刷色喔 顯色度的部分表現得非常之高 然後它的延展度也很好 粉質的部分我覺得全部都還蠻細緻的 而且它的服貼度也很讚 那我覺得因為它的顯色度很高 所以會稍微有一點點小飛粉 不過如果說你在正常的使用情況下呢 基本上是不會讓你的底妝變髒的 那我們今天的眼影就使用它來畫囉 那第一顆眼影呢 我要用的是它淺棕色的霧面眼影 加強在我的眼尾 然後把眼眶的深邃度先描繪出來 第二個眼影呢 我們來使用這一顆 它是深色的珠光眼影 那因為它的粉質我覺得還蠻服貼的 所以我會直接用刷具取粉 加強在眼尾 然後讓眼妝看起來比較有漸層感 第三個眼影啊 我想要沾取的是這個 漂亮的鵝黃色霧面眼影 這顏色看起來很黃對不對 但其實它在眼皮上 我覺得顯色度呢 是非常適中的 讓你可以稍微過色到後面 剛才那個最深的眼影 讓它的交界處看起來比較自然 再沾取一點點 然後描繪整個下眼瞼 好那接下來呢 我要沾的是這一顆 它是香檳精珠光眼影 然後啊 我想要去提亮我的眼頭跟臥殘 最後一個顏色呢 是它 它是漂亮的金色珠光眼影 然後因為它是帶亮片的 所以我用手指頭取色 然後啊 我會按壓在我的眼皮正中央 去提亮眼神 今天的眼影這樣搭配好像有點清淡對不對 但其實啊 它裡面有一些比較深邃的顏色 也可以做搭配 我來示範一個給你們看 我想要沾取的是它 帶一點點紅的棕色眼影 然後可以加強在眼尾 好那再用手指頭稍微過度一下 就有漸層感了 就有漸層感了 遠看的話眼妝呢 是長這個樣子的 還蠻有漸層感的 但如果說你不喜歡有這麼漸層感 最後一個顏色可以不用加也沒有關係 那眼線的話 我要用到是1028的 放色線 肌紋抗震眼線鼻 那我用的顏色是棕色的 我快速把眼妝完成 接下來呢 是阿咪咪的 我愛長翹抗暈睫毛膏 那顏色一樣也是棕色的 OK 我的眼妝完成了 明明看是長這個樣子的 蠻好看的耶 今天我的腮紅想要用 Cartris他們家的單色腮紅 這個色號呢是025 它是有一點 粉橘色的感覺 然後帶一點奶茶色的妝效 接下來呢 我們來打亮 那打亮的話我要用的是 Kazan他們家的這個 零露浮雕高光粉盤 色號呢是1號色 它的雲月精 打開之後 我跟你們說 絕了這一頭露 天啊也太精緻了吧 它那個浮雕感很精細耶 然後粉質的部分也真的是 OMG有夠細緻 是細到說 如果你臉上有毛孔細紋 你完全不用擔心 它會顯肌膚跟紋理 因為它透出來的光澤是那種 水亮水亮的感覺 非常的迷人 我趕快來在我臉上 做一個提亮給你們看 好你們看清楚囉 這邊是霧面的嗎 稍微刷上一層 而且可以因各種不同的場合 它的亮澤度也會有所改變 我通常會把刷子上的雨粉 然後帶到眉骨 然後鼻樑的正中央 跟鼻頭 鼻頭會多一點點 是不是看不出粉感 唇峰也OK 唇膏的話我今天要用的是 卡斯蘭的甜吻唇釉 然後它是融霧的系列喔 色號的話我使用的是AMEE 我覺得這個唇膏它的包裝也蠻酷的 你們可以看一下它唇膏本人的蓋子 它是走一個絨毛布料的材質 很酷 然後平身是霧面的 它這個唇膏的質地啊 很像是奶霜般 非常非常的絲滑 很輕盈 妝效呢是呈現這樣柔霧柔霧的狀態 所以它是霧面的妝感 但又不會去顯唇紋 它是有一股 蠻療癒的奶油味耶 這味道不會過濃 我今天嘴巴有點乾喔 AMEE這個顏色 它其實就是非常漂亮的豆沙玫瑰色 是很百搭 如果說你不知道要從哪個顏色下手 我覺得AMEE是可以參考的 然後它這個唇彩呢 是會掉色的 所以它會有轉印的效果 持妝度算是中等 好那第二個顏色啊 我會推薦你們可以試試看AMEE4 它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紅棕色 但是我覺得它的紅棕呢 是比較溫柔的 因為它裡面帶有一點點裸色調的元素 第三個顏色我推薦AMEE6 它是非常漂亮的爛番茄色 就算你的皮膚再怎麼辣黃 它也可以幫助你提亮氣色 第四個顏色 我推薦的是AMEE9 這個顏色好浪漫 好性感喔 它是紅沒有錯 但是帶有一點點陶紫色在裡面 我跟你們說就算是黃皮 這個顏色你也可以輕易駕馭 好那最後一個呢 我要使用到的是 卡讚他們家的定妝噴霧 它的本名叫 流金光感定妝噴霧 總共有兩種不同的款式 有一個呢是小精品 它裡面呢是有帶那種很漂亮炫光的粉末在裡面 那他們家這個定妝噴霧呢 是專門設計給肌膚會出油的人 它可以幫助油光的就是分泌減少 然後也可以延緩出油的時間 然後也可以幫助底妝服貼跟持妝這樣 我其實還蠻喜歡小精品的 因為它這個光澤感你噴灑在臉上 它會讓你的妝容看起來有一種透亮透亮的感覺 那小精品的話 建議你們使用前要先搖一搖 它裡面有個珠珠 沒有聽到嗎 因為其實我試過很多定妝噴霧 它噴出來都會有一種很強的水柱感 要不然就是會有那種水珠 但他們家這個噴霧啊 噴出來真的是水霧的感覺很舒服 超舒服的 你會覺得自己好像在瀑布裡面 哇很涼爽 好那你們看我朋友茶丸的妝感是長這個樣子 帶有這樣透亮透亮的感覺 那尤其像最近外出都要戴口罩 如果說你是屬於一戴口罩就會脫妝的人 我覺得你可以再加一道定妝噴霧 它可以讓你的粉底比較牢固的服貼在臉上 不容易脫妝 好那另外一罐的話 它噴出來的妝感就是霧面的 所以就看你喜歡什麼樣子的妝感 我最近是很喜歡這樣光澤光澤的感覺啦 OK 大家各位客觀 你們看我今天的妝就長這個樣子 還蠻好看的吧 不是還是超級好看的吧 我臉上這個光澤真的是光線到哪 我的臉就亮到哪 超好看 而且很無暇 我今天沒有疊遮瑕啊 你們有嚇到嗎 然後你們看我臉上有這樣子的光澤嗎 感覺超保濕有沒有 好像是那種塗保養品的感覺 但是它一點沾黏感都沒有 很清爽很舒服 好我跟你說卡贊他們家還有其他好玩的東西 比方說像是這個 恆麗透明粉餅第四代 那我的膚色是二號色 那它是有膚色 所以它是有一些遮瑕的效果 那因為它的粉末超級細緻的 所以它對於色素的遮蓋 算是比較輕度的遮蓋 那至於持妝的話呢 我自己是覺得 以我是活性肌膚偏油的人來說 有保濕度 因為你一整天持妝粉底粉末會超服貼 而且它也不會暗沉 但是控油的話呢 就稍微有一點點弱 因為畢竟它的粉末比較輕薄 所以它的控油度比較低弱 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 再來第二樣呢 是卡茲蘭跟敦煌博物館聯名的 柔幻星沙石色眼影盤 然後這個色號呢是09 它叫做五赤點青 眼影盤本人呢 它是一個霧面的材質 然後香精的設計 打開之後呢 有一個全屏的鏡子 而且它還有附上雙頭的刷具 好那這十顆眼影啊 有一個顏色超特別的 你們應該都觀察到了 它是五花肉的一個質地 它看起來有點像綠色跟棕色 對不對 但是它刷在手背上呢 是粉紅色的 非常的酷 好那這十個顏色 在我的手背上呢 刷色是長這個樣子 我覺得卡茲蘭他們家的眼影盤 目前為止我摸到的質地都還蠻像的 顯色度很高 然後粉質呢非常的細 延展度超級好 稍微有一點點會飛粉 但是我覺得它飛粉程度基本上不會很嚴重 所以我覺得整盤的CP值也很高 第三個我覺得很值得分享給你們的 是卡茲蘭跟敦煌博物館聯名的 勇敢慕斯唇用 這兩個顏色呢 是他們最近新推出來的顏色 首先我要先大推你們十一號色 這個顏色很漂亮 它是紅 然後帶有一點點橘的感覺 裡面呢是有流金金色的很細緻的亮片 那我直接蓋上去 因為他們家遮色的效果都非常的好 這顏色好性感我的天啊 裡面是有帶很細碎的金色的那種亮片 但是乍看之下呢是看不出來的 然後這系列唇用它的質地是呈現慕斯的狀態 所以它也是屬於輕盈柔順好推開的那一種 好那另外一個顏色呢是二號色 它叫做紅雕飛影 它的顏色呢就比較偏粉桃色 我覺得啦給我第一眼乍看之下 好像是韓妞會使用的那種咬唇妝的色號 但是我個人皮膚比較黃 所以這個顏色在我身上呢會稍微有點顯配 如果說你是黃皮的話呢 我個人覺得十一號色很好看 像我現在臉上這樣子很提亮對不對 好的以上這幾樣東西分享給你們 那我覺得Kazan他們家彩妝品的品質 是真的非常的不錯 很值得嘗試 如果說你想試試看新的彩妝品的話呢 你趕快把我的資訊欄打開 優惠券啊或是抽獎都趕快弄起來 如果說你還沒有follow我IG的話 更多我的生活動態還有我的彩妝訊息 都會快速的更新在這裡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吧 掰掰